全红禅世界杯为以重任 张佳琪替换原因令人担忧 周济鸿没看错人 近日 柏林跳水世界杯即将拉开帷幕 不少网友十分的兴奋 毕竟在一年以内 居然有两场世界级的大赛 这是此前前所未有的 当然也是由于疫情的原因冲击 导致赛程混乱才会出现的情况 本次公布的试锦赛名单 不出意外 陈玉希与全红禅即将出战女子单人 以及双人十米跳台的项目 但本次比赛中 却没有了张佳琪的名字 可以说张佳琪已经连续无缘两次跳水搭三 在试锦赛中 张佳琪已经转战三米百 与白玉明一起出战团体赛 但在比赛前夕却临时被全红禅替代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的 在不达佩斯跳水试锦赛中 全红禅与陈玉希出战了女子双人十米跳台 然在无论是空中的动作 还是入水水花的处理上 由于复制粘贴一般 并且出色的成绩 直接将外国选手远远地摔在身后 举西在队内测验时 两人的女子双人跳水获得的成绩 就远超陈玉希与张佳琪在东京奥运会的成绩 并且由于伤病的冲击 以及竞技状态的下滑 张佳琪的实力已经跟不上陈玉希与全红禅 毕竟陈玉希已经平稳地度过了发育期 在世锦赛上更是以微弱的优势 战胜了全红禅独冠 而全红禅虽然目前正处在发育期 但全红禅的实力也是非常的强 在最新的队内测试 由于陈玉希身体原因没能来参加 全红禅文读第一 据相关媒体报道 全红禅本次的成绩 更是直接超过陈玉希在世锦赛上的成绩 怪不得此前张佳琪直呼队内太绝 通过张佳琪的社交媒体不难看出 目前的张佳琪还是非常的火 频频晒出右向的合照 也曾有传言张佳琪即将退役去上学 但具体还是要以官方消息为主 但去年还是双人跳水的奥运会金牌得主 如今的张佳琪却连续落选世界大赛 难免让人唏嘘 如今的全红禅与陈玉希 依然保持着巅峰的竞技水平 使得张佳琪逐渐失去了主力位置 更是接连两次错失世界大赛 面对这样的情况 不少粉丝纷纷一难评 毕竟运动员的黄金时期就那么几年 当然竞技体育看的还是成绩 全红禅无论是单人还是双人跳水成绩 总体来说都是远超于陈玉希与张佳琪 并且在跳水试检赛 全红禅与陈玉希通过完美的配合再次夺击 周继红全红禅取代张佳琪 为的就是能够继续统治并且广告女子师密跳台 而从本次的名单看出 周继红启用年纪更小的全红禅 也是非常明智的选择 周继红